一唱这首歌跟那个潇洒歌 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真的 何老师 好像今天男队都听到柔情 然后女队都听到爷们 是不是跟队长有关系呢 可能有一点点影响 不好意思 那么我们说愉快少年时 回忆起来 他一定有很多愉快的少年的事 所以我反而想问问李健 回忆起来有一点点小遗憾 或者觉得可以 有不同选择的事情会是什么 我小时候脸游泳 后来上初中之后 就迷上了音乐学古典吉他 就一下疏忽地体运动 我本来应该长得更高一点 还可以有本来要长得更高一点 主男 主男 主男你没有听 我来高度的问题吗 不是 因为我这个脚长得很大 后来这个身高没有随上脚 我跟你不一样 我这些事情都是怪爸爸妈妈 跟我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没有错过 对 好 下面就交给我们的金曲出品团 同样是在这两首歌当中选一首 您觉得更有生命力 更能生生不息的作品 请选择 李健老师他今天其实跟我说 不是每一首歌都适合那种 从塔到尾的那种改编 有一些时候要保留原来那个味道 当然加李健老师的声音 就编成了他自己的味道 希望你们会喜欢他的乐阪玩 今天听到施君唱那个版本是非常感动 我相信那个也是记录了他一些人生经历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所以希望大家会有那种共鸣感 然后投他一票 谢谢 这局输了的话我们就输了 那这次赛点 太接近了吧 哎呀 留个悬念 又是不告诉你那种 又是不告诉你 这看不出来是谁赢了 克勤哥笑了但是 回来了 没有 没有拿回来 因为那个 他们没有告诉你是吧 对 没有 没有公布 做得很好 唱得很好 而且很漂亮 杰哥 怎么说 杰哥 没问题 我不知道啊 哪个是挨着你的 通常是上边那个 我都忘了 没怎么看 不要紧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代表可可姐 你模仿一下可可姐 然后拿这个奶 加油 可可姐 我都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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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 我都忘了 是你吗 我代表可可 我代表可可 因为她那个裙子有点麻烦 对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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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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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 我都忘了